彰化縣政府為改善東螺溪水質狀況及水岸環境 14日在西湖東螺溪生態教育園區旁 卵樹綠色隧道宣布啟動東螺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整治東螺溪上中下游河段 未來將成為另一個彰化觀光休閒亮點 特別要謝謝我們在謝宜鳳委員的第一期的這個規劃 爭取到900萬元 促進了我們這一次在我們全國水環境第六期裡面 全台灣總共是18.5億 彰化拿到了6.27億將近三分之一的經費 最主要把東螺溪從它的水源不足 一直到它的這個廢水的部分做了相關的處置 包括我們的這些自行車步道 我們的各個節點 透過這個環境的一個整頓 讓我們整條東螺溪能夠清水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環境 相信整治之後 整個東螺溪一定為我們南章化 注入更多的一個這個觀光火水 也能夠讓我們這九鄉鎮的鄉親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生活品質 全國前瞻計畫水環境第六期 我們提到在中央補助 將近6億三 加上我們的館長的配合款 7億多 這6億三 在我們全國第六期裡面 全國的18億多 18億多 我們佔了三分之一 那是全國第一名 全國前瞻計畫水環境經費 核准六大改善方案 共核定7.65億元經費 憲浮著重水清淨水生態及水文化 進行東螺溪水環境改善三部曲 普出清淨水環境 並營造優質生活環境 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油氣產業 讓東螺溪水岸環境美麗變裝 公益頻道張華雲西湖採訪報導